国盟昨晚公布全国大选候选人 其中与前首相纳吉夫妇交捂的地毯商人迪巴 将以民政党候选人的身份在柔佛普来国席上阵 国盟兼土著团结党主席慕尤丁在大会上宣布 地毯商人迪巴将以国盟旗帜上阵 迪巴曾经与纳吉夫妇关系密切 但在509大选后 他自曝曾利用数百万现金和首饰贿赂两人 更指控纳吉和罗斯玛涉及阿旦杜亚命案 他也说他当初拒绝听命纳吉夫妇指示 有关私家侦探巴拉的事情因而触怒纳吉夫妇 迪巴上星期向当今大马表示 自己必须在大选中获胜 以便在国会有发言权 从而不会再遭遇无辜被控的事 国盟昨晚公布169个国席候选人 多名公正党叛将捍卫元席 包括国盟宣传主人阿兹敏留守俄脉 准备和共争党的雪座大臣阿米鲁丁上演师徒之战 原人外交部部长塞富丁阿都拉捍卫英德拉马哥达 原人外交部副部长卡曼鲁丁则在敦拉沙镇守土 另外慕游丁将捍卫巴额 团结党水里主席阿摩菲莎在打门守土 以对垒公正党主席安华 国会下院副议长莫哈摩拉西也留守巴珠巴霞 团结党总秘书韩沙赞努丁留守拉绿 原任妇女部部长莉娜哈伦转战雪邦 原任亚洛雅野国会议员李端也在圆袭守土 雨滚 感谢观看